歡迎收看《流行都市》 來到尊規, 除了賣新衣服 我還想學一些新的化妝方法 我也想學 不如找到視訊大人教我們 我早就找到 你抹乾淨嘴唇, 準備學化唇妝 Phoebe, 你沒問題嗎? 女孩子說化妝, 你怎麼沒反應? 我沒氣氛, 最近不知道做什麼 我經常都不開心 我不會有情緒病, 我就抑鬱症那些 抑鬱症?可大可小 不如找專家幫你檢查吧 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請到香港心理衛生會 Christy上來幫我們做一些測試 說不定可以幫你檢查 究竟是否有抑鬱的問題 好啊 來, 來… 你好,Christy 你好, 你來坐Christy旁邊 歡迎Christy 香港近年來都越來越多人 關注情緒病的問題 尤其是抑鬱症 其實香港現在多不多患有抑鬱症的人? 其實抑鬱症在全球來說 是一個很常見的情緒問題 如果你說香港的話 其實也有不同的機構 也做過一些相關的調查 大概也說平均每一百人裡面 大概有三至五個人 其實正面對這些情緒問題 就是抑鬱的狀況 隨時你和我身邊總有些人 其實有這個狀況出現 所以真的很值得我們去關注一下 不用太擔心 沒問題, 我當然不想自己有抑鬱的問題 但偶然也會有些情緒 對, 怎麼才算是抑鬱呢? 其實坊間也有一些問卷 其實幫助我們了解一下 有沒有受到抑鬱程度的影響 我們正在用這個問卷 簡稱是PHQ-9 其實這個問卷的來源 是來自美國精神醫學會 有一本書叫《精神病診斷搜查》 裡面羅列了很多抑鬱症的徵座 因應抑鬱症徵座 就設計了一份問卷 不如別多說, 我們嘗嘗這份問卷吧 好… 要算算分嗎? 是不是也有? 對, 其實這份問卷 我們說過去兩個星期 會否有症狀出現 先留意一下 症狀裡面, 如果兩個星期完全沒有 那就零分 如果幾天有的話, 就一分 如果一個星期裡面 有一個星期或以上的話 就是兩分 是 如果差不多每天都有的話 就三分 是 不用怕了 你不會拿三分, 好嗎? 好, 來吧 留意一下, 我們看一個 二人說你可能平時喜歡做的事 現在就完全不喜歡做 多少分? 三分 不喜歡做就不會 我…我零分嘛, 你呢? 我又不是去到這麼… 不至於這麼嚴重的 零分… 好 第二個就是我們說 覺得最近情緒很差, 很低狼 很嘴壯, 甚至很絕望 也是一樣的 不用拿了, 還是零分 有一點… 你有一點? 不用擔心 有一點而已, 好嗎? 一分 多做一題… 第三個就是最近可能有失眠的情況 或者半夜醒了很難睡得回 或者你睡得多, 睡也不夠 這個我也有一分 你也有? 好嗎? 我還是零 真的好 恭喜你, 真是 謝謝 好, 其實如果自己發現有這些問題 也要去問一下專業人士的意見 而且如果身邊有親戚朋友有這些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幫助她呢? 我們就有以下兩個情境 不如我們就看看, 學一下技巧吧 美琪, 發生什麼事? 人們常常說我胖 所有美衫都不適合 你這麼瘦也有胖? 很小事而已, 你別不開心 我知道, 一定是我樣樣都不好 好, 所以全世界都不喜歡我 怎麼會呢?又說在這裡陪你吧 剛才安無儀的情況 其實美琪是否有點抑鬱的情況呢? 在真實的情況裡 我們通常不會單憑一個片段 說一個人真的有抑鬱症 不過你也看到剛才美琪 她真的躲在那邊哭 然後真的很不開心 我們說情緒低落 她真的在抑鬱症中其中一個症狀 再加上你又看到她 又說自己沒什麼好 又說身邊的人都不喜歡她 有時候我們發現抑鬱症的人 她也很容易會想到 負面的情況出現 那好像嘉嘉一樣 有這個朋友在這裡安慰她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有一個朋友陪伴在身邊 當然好很多 不過我們也要留意 有時候當我們的朋友 出現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習慣 會給他一些解決方法 或是給他一些建議 是的 不用不開心, 不要想就行了 對, 這些傻的嗎? 這些就不用想了 我也是會這樣說的 對, 其實很普遍 但是我們也要留意 如果一個人真的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也會建議 你給他一個宣洩的渠道 讓他多說一些 抑鬱一下自己的情緒 因為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自己不開心 我們遇到被別人說我們 取笑我們 其實我們自己也會很不開心 你否定他的情緒 叫他不要想 就是告訴他 其實你不可以不開心的 所以不妨下次 如果遇到自己的朋友 真的不開心的時候 你可以很簡單地告訴他 其實你發生什麼事 可否多說一些給我聽 對, 或者你跟他說 其實我也想陪伴你過這個難關 已經可以了 就是給他鼓勵, 讓他多說一些 不是我全都說了 對, 反而我們跟別人說話的方式 都要留意一下 對, 學會了嗎? 不如我們繼續做測驗吧 好…剛才我拿了兩位 去到第三題, 你贏了 對, 你贏了 對, 第四題 對, 第四題 最近兩個星期覺得人很累 或者精力不足 這個很累是說沒有做過的事 都覺得人很累 如果做很多事, 累 做很多事就不算 好, 那這個… 都是零的… 很累, 但是我做了很多東西 拿的都是零的 很勤勁 第五題, 最近沒有胃口吃東西 或者是吃很多東西 也吃很多東西 因為平時我也吃很多東西 我也是你 如果平時吃很多東西就不算 不算, 我先說一句 好, 第六題 我們說第六題 覺得自己很差, 是失敗者 又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失望 或者是令家人很失望 沒有, 我覺得你很差 我覺得自己很好, 完美 我覺得沒問題, 我覺得沒問題 好的 不是, 比我多零 不是真的開心嗎? 其實我真的, 我對得起自己 是… 所以說, 我們還住這麼多 下一個情境可能是更嚴重的 我們看看這個案件是怎樣 美奇, 不如你別躲起來 我陪你去購物 你去吧, 我身形這麼差 搶著搶著衣服 怎麼會呢?你幹什麼? 我這麼沒用, 消失了就算了 你幹嘛看自殺的新聞呢? 給你呢?你會怎樣選擇? 是, 不過我消失了也沒有人來的 美奇好像也很嚴重 是不是屬於嚴重? 剛才我聽到美奇提到自己 不如消失了更好 是 當然我們要了解消失了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的消失是去旅行 去玩玩, 可能就不一定很嚴重 但如果那個消失是指我離開這個世界 就是自殺的話 我們真的要多留意一點 還有剛才的情境裡面 你看到他在問哪些自殺的方法會好一點 又或者看很多自殺的新聞 這些是我們要留意的事情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應該怎麼做呢?怎麼處理好呢? 首先我們要多留意一點 如果他出現這些訊號的話 我們說一個人抑鬱症 不會今天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明天所有的徵狀都不出來了 如果有一些自殺的訊號 包括剛才你們看到的 他可能看一些新聞 又經常提到自己自殺的事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社交媒體裡面 提到做人也沒什麼意義 不如生存也沒用了 我們就要提高警覺 我們要想一些方法去幫他 例如有什麼方法? 我們說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們千萬不要跟他說 不要想太多了 因為這些事情就不會不想就沒事 因為通常這些是徵狀 徵狀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如果你聽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鼓勵他多說一點 是 譬如問他為什麼你會這樣問 為什麼你會看這些新聞 了解多一點 總之不要不理會,一定要處理 對, 關心多一點 是, 好 因為你不理會的話 有時候是錯過了一個 我們可以幫他的時機 對, 最重要是我們幫不上他 就是沒辦法 對, 或是專家可以幫到他 對, 因為如果有些信號出現 我們鼓勵可能要找專家幫忙 對… 好, 我們再做問卷好嗎? 最後三題… 最後三題 好, 最後三題 對, 我們說第七題 最近是難以集中精神的 好像做什麼都不能專注 那還未至於 不過因為累了, 集中都沒問題 不過我也算是零, 謝謝你 很專注我們 好, 第八題 最近你可能在說話或行為上 別人跟你說 為何你最近好像慢了那麼多 慢了那麼多?這個真的沒什麼 那個應該是宋芝琳 我也是零, 好 最後一題 最近會有自殺念頭出現 是 也沒有 當然沒有 我很正面 正面… 好, 屬於怎樣呢? 我的分數, 例如我現在全部 我都是… 終於做完了 我們先計算一下 你有多少分 其實我剛才好像有兩分 我沒有分, 零分 那不同分數代表什麼呢? 不同分數代表不同的抑鬱程度 0至4分代表沒有或極少 5至9分代表有少許抑鬱 如果是10分至14分 代表抑鬱程度已經是中等 如果15至19分已經是比較高 20分以上已經是比較嚴重的抑鬱程度 如果去到比較高分 其實也建議找一些專家幫忙 好, 謝謝Christy 今天這麼詳盡的講解 關於抑鬱的問題 謝謝 做完健康測試 就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有迫迫分遊戲 問題就是 今天流行都市節目中 介紹了哪種化妝技巧呢? A是眼妝, B是唇妝, C是底妝 透過迫迫分玩遊戲 答對而又被抽中的幸運兒 就可以得到豐富的獎品 休息回來 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冬日化妝的秘技, 待會見 有個小事我真的不太明白 那些女生一提到化妝 就有說不準的話題, 雞都不斷 你看看 我覺得這顏色比較好, 你說呢? 對呀, 戴金紅, 塗上我的嘴巴合不合 紅怕什麼?不紅你就害怕了 戴這裡這麼多顏色 也不知道選哪種更好 怎麼回答不了 我有選擇困難症的 你剛才不是說是時尚大人嗎? 人呢? 是呀 來, 妨礙別人 你只顧著說, 沒理會人, 逐一過去 寶溫 寶溫, 你在這裡就好了 我們對著一堆化妝品 都不知道怎麼入手 對呀, 你有沒有想法 讓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唇膏的顏色 當然有, 我今天教大家三款唇妝 有漸層唇, 玻璃唇, 和M型唇 我們先示範第一個, 好嗎? 好, 漸層唇 對 漸層, 漸層真的有很多顏色 應該就是了 你平常聽過咬唇妝的 是呀 其實這個漸層唇也有另一個名字 叫雙色唇, 有兩種顏色 一深一淺, 就能做到效果 那就跟咬唇妝一樣 對, 其實有個分別 就是將它的深淺反轉 變相就是外面深色, 裡面淺色 對, 首先我們先上深色 是, 寶冠, 我看你整個唇唇都塗完這顏色 那怎麼做到… 中間的唇唇是否把它抹走 不是, 按上去就行了 但它是淺色的, 淺色可以塗到深色嗎? 待會你就知道了 好 我現在塗完了 是 塗完深色, 用淺色的 淺色的 其實可以用唇刷 或者用淺色的唇膏和手都可以 我就習慣這樣直接塗上 就是放在唇的上面和下面的內側 就是不用整個唇都塗完 不用, 對 就像你聽過之前很流行的咬唇妝一樣 只要它將深淺的部分調轉 對 真的有立體的感覺 我會用淺色的部分, 把淺色的部分 把它抹開, 不會像吃完後 還沒抹開, 不會這樣抹開 對, 抹開了 會令到這個問題 對 看看這個淺色的方法 向外刷, 對嗎? 對 向外掃開 這個佔層唇 也挺容易的 對 對, 這樣就完成了 嘉嘉, 最近冬天天很乾燥 是 我嘴巴乾得脫皮 有時候還會爆炸, 流血一點 有什麼辦法? 如果你的唇真的很乾 可以做一些自製的唇膜 來做修護 用一比一份量的蜜糖 和滋潤型膠來做混合 然後敷在唇上五至十分鐘 這樣就可以做到保濕的作用了 寶君, 如果我想嘴巴看起來很水軟 要塗什麼顏色呢? 就是你的嘴巴比較滋潤 對 比較亮 亮一點就要塗玻璃唇 玻璃唇… 玻璃唇是透明嗎? 會反光的 反光, 對, 再反光 還有它有另一個名字 叫果凍唇 這個我聽過… 可想知道是你會看亮 有時候想咬下去 我會咬下去… 很有少女感 是 其實很簡單 我建議大家用淺色的唇膏 可能粉嫩一點的顏色 這樣會令你的嘴巴的顏色比較好 好, 快點… 快點試試看吧 先打底 對, 其實這個打底能做到另一個效果 就是保持久, 顯色, 而且沒那麼多唇紋 但會不會令嘴唇更滋潤嗎? 這個…這個模式 又好像潤唇膏一樣 但它會令你之後的妝容貼服一點 而且我整晚都不行 吻它, 看看… 我想嘗嘗這個質地可以嗎? 我在你試的同時 我先上了這個淺粉紅色 這個是Luke Pink 它沒有醃唇膏那麼滋潤 醃唇膏… 這個很接近你的唇色 對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唇比較深色 大家可以用了遮瑕 去遮住整個嘴巴 我們這個已經很粉嫩了 對 但有些唇膏比較滋潤 霧面比較輕 對… 之後的步驟就有幫助了 但我喜歡一些滋潤的唇膏 就會不會那麼乾 你這樣說, 我們在選唇膏的時候 無論它的質地是怎樣 都可以做到果凍唇膏 對, 例如我現在用很滋潤的唇膏 其實因為我現在接下來的步驟 就是上了唇膏 唇膏 其實你用手也可以 用… 掃也可以 唇膏也可以 對 其實選擇唇膏或唇膏 你可以選擇透明 或者是淺粉紅色也可以 對, 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我現在就在下唇和上唇上 上這些很亮的唇膏 這就是玻璃唇, 完成了 其實唇膏 真是我們女士們非常好的幫忙 就算我們只是化一個淡妝 加一點唇膏 整個人的氣色已經翻來了 不過唇膏真的很容易斷 這樣就很容易, 只要斷了位置 用火機加熱, 再黏上去 已經很穩固了 再加上放在雪櫃上 冷凍幾個小時就更穩固 來到最後一個M唇 其實M型唇是怎樣畫出來的呢 M型唇其實是最重在唇峰上 在這個位置, 即唇的唇峰 先塗一下唇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遮瑕膏遮住的唇膏 對, 因為其實 每個人的唇峰的淺色或唇色 是會不同的 我現在看起來比較深色 其實你想想… 因為M型唇沒有分別 你喜歡甚麼顏色都可以 可能我喜歡今年很流行的奶茶啡色 例如紫色也可以的 所以因應不同的唇色而做遮瑕膏 是否整個唇, 還是… 我只遮瑕膏 唇邊 唇邊… 因為待會我會用唇筏去畫M型 對 我今天選了一種… 我比較喜歡橙色 因為是秋天蜜, 像楓葉一樣 我會用唇筏去畫歐拉絲 對 即是唇最高的點 對, 那個就是唇峰 左一筆, 就是右邊 這個像心形… 心形, 心形 像甚麼的皇后, 啤派皇后 對 對 好, 畫完卡叉 當作是卡叉了, 是V字 V字 之後就在下順線 畫一個橫線 這個方法很新穎 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 因為你本身的嘴型有些不同 可能大一點 其實你也會看到它們想畫小一點 這個時候就是做到這件事 好的 那大概畫多少呢? 畫中間的部分 即是三分之一的下順 對, 只是畫這裡 其實是給你一個平衡 看看你對不對稱 其實你最怕畫的時候 可能是不對稱, 或者是出界 其實這個步驟就可以幫你畫對它 寶哥, 我想問 那如果這個M型唇 用唇筆行不行嗎? 當然可以 因為有些人不會特意去買 很多顏色的唇筆 對 我就可以用同一枝 這樣便宜, 又方便 不過我真的要買唇策 對 買一支唇策就可以做到很多 對, 其實三個唇型都可以 用這個唇策幫忙 對, 我畫到最後了 現在就上色 好像填顏色一樣 填一些唇策就可以了 總之不要出界 對 很明顯看到填完後 它的唇策真的像M字一樣 很突出, M 對 好 唇策比較小 哇, 而且要勻均勻 對, 看起來嘴策比較細 對 還有好像塗得很有技巧 好細節 而且一定要勻均勻 如果不均勻, 就會一塊塊 那怎麼可以均勻一點? 對, 會不會用唇掃呢? 唇掃…可能你最後調整一下 用棉花棒, 嘴角位置要補 對 其實會不會把三個唇混合在一起? M型唇加漸塵加玻璃唇 用完所有技巧在唇上? 應該是下年最新款的 PK, 下次吧 交給我吧 好, 那… 這就完成了 完成了 謝謝寶君 好, 謝謝寶君 謝謝 剛剛看完寶君的示範 是否覺得簡單得來又有效果? 很適合一眾的網友 藉著純粽的一點變化 為生活加點色彩 對了, 稍後回來 Andy師傅會用時令的蔬菜煮好菜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等吃好東西 要吃好東西的第一大原則是不時不食 接下來星期三就是立冬了 Andy師傅會教大家煮時令的蔬菜 實行冬天吃正菜 吃正時令的冬天蔬菜是哪幾種? 大家知道嗎? 我知道 打火腿經常吃的菠菜和糖糠 尤其是菠菜, 大家都知道很有益 不用問了, 還有我們面前的糾忌 對, 有些人喜歡它就會覺得它很甜 不喜歡的就會覺得它很濃 苦瓜, 夠苦, 不知多少人喜歡吃 而且很健康 狗忌也是, 本草乾部也有說 它可以養乾明目和去疲勞 至於怎樣煮到它不濃、有益和好吃 就要靠Andy師傅了 我想學做鹽水泡狗忌豬忍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知道這個時候是剛好 因為不是經常買的 我現在看到家裡有很多這些 我就買回來, 你們來做一下 狗忌每年只有短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最初有的時候很嫩 之後一直都好, 當然長老一點 但有東西吃也是吃得到 但最重要的是, 原來老了它有刺 是嗎? 老了有刺 是否像這種樣子? 你看看那裡, 很大的刺 對 要鑽得很穩定 大家真的要看到了 像玫瑰花的刺一樣 對, 像玫瑰花刺 所以如果你做它的時候不小心 如果它煮得很多, 成刺也會有 我們會這樣刺它出來 有刺那麼牽刺 刺一刺就不行了 這些就是哲文, 師傅 是不是真的悶? 你有血就知道, 有 記得, 第一件事 按一下尾部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 對 對, 因為它多數在味道那邊… 那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 全部給我儲起來 好, 我幫我保持 好, 現在我們有什麼要加進去? 我說油鹽水 實在是一個湯 湯比起來比較濃味 我們很流行煮冬瓜湯 這是什麼的? 對, 你知道嗎? 鹹酸菜 大頭菜 你差不多, 不過這個叫蔥菜 在街市可以賣一片就行了 它是鹹的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就變成鹹味不光是鹽 有一點鹹鮮的感覺 你喜歡的話, 我也會吃完 第一, 你可以去到邊邊的路 第二, 你可以把它切 你切碎也行 你喜歡把它切絲也行 總之你切了, 待會放進去就行了 因為下… 沒有… 你喜歡吃鹹味 鹹死人 不理會它, 吃狼內料 下次不理會它 是 除了它之後, 加一點薑 為什麼加進去?因為有豬潤 豬潤很多時候有血 人們的角度有一點腥味 所以最好有一點薑加進去 而且豬潤店才能做到 不會太沸騰 是嗎? 我不知道它是粉 很鹹, 我一定要吃爽 現在開始說了 懂不懂嗎? 懂不懂煮嗎? 如果想吃爽和油溢是兩件事 如果我用來補身的浸豬潤水 實在你不用煮它 浸了它, 讓薑絲滾 但很多時候, 你說我鹿粥 或者像今天一樣 想它不要太粉 是… 你試一下這個方法 第一, 當然要把它切 不要切得太薄 起碼有差不多的 煮完也有口感 對, 放在這裡 原來我們要加一點梳打粉 食粉 我們有時候煮西餐 或者煮這個蛋糕 我們也有那個叫做煮蘇打 所以不介意 你把它攪拌 原來就可以攪拌一點 最好有時候大概五分鐘至十分鐘 因為我也是切得很薄 接著要做的東西 原來我們要用清水 是 把這些全部過一過 要洗一下嗎? 因為我不想把梳打粉在這裡 有梳打粉, 有味道嗎? 對, 你就把它這樣釀 如果可以或是有需要 你可以換一次、兩次水 是 最重要是做到怎樣? 做到尾尾的時候 就沒有了梳打粉的味道 第二, 你拿起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爽的 是 不會說手… 是, 不會說很多血泡泡 所以說這個純粹是口感多一點 寫上來比較好一點, 不要那麼散 但如果真的用來補身 就不用做這個動作了 你看到水也很清潔 接著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撈出來 完之後就調味了 好 就這樣做多一點功夫 好了 我們這邊也攪拌了, 這個要做嗎? 這個要怎樣? 這塊給我, 我切一切, 待會就做東西 好, 這個我們不要它切了 好, 說完這個了 我把它避開水之後 把它調味了 調味 剛才我說了, 放些薑會好一點 第一, 香味 第二, 可以避免血腥味 你做薑蓉 薑汁 看…做薑汁 我喜歡薑汁, 不用薑汁走 因為我要純粹薑味較濃 是… 不要用酒去做, 要拌好 好, 拌好 要醬汁, 也不需要溶 不要, 不用溶, 如果用溶 待會放進湯裡, 全部碎掉 碎掉… 我們只要愛薑汁 是 現在我可以調味進去 例如可以放一點鹽, 調味 來吧, 我喜歡放一點生抽 用了生抽, 太多水 吃不到鹹味 但如果用了鹽 我覺得味道不太變化, 太厚 所以我兩樣加一點 再加一點胡椒粉, 拌好 這個可以醃 甚至如果預先醃, 放冰箱 明天用來熬粥 今天用來吃火鍋用 也可以這樣醃 放進冰箱 用的時候, 放一點水就行了 我現在看看有什麼在這裡 油鹽水的食物, 這裡完成了 這個做完了, 給你一個盤子 給你一個盤子, 還有一條 是不是, 磨血? 磨血 記得, 亂的時候可以亂 老的時候就小心手 這個我把它輕輕切開 用去滾水 是 把它滾起的時候 這樣就不用撐住了 好, 現在開始了 這個盤子做一點工夫 好, 我有上湯, 或者清湯 或者清水也可以, 你自己撐住 我把它加進去 把這個飯放進去 就像普通灑菜一樣 是 對, 煮一煮一煮, 它實在有味道 其實有什麼不同嗎? 鋼和葉 葉是可以吃的, 鋼很滷 但滷就有香味 聞到嗎? 聞到, 這個就是糕幾的香味 對, 給我, 我先撈起它 撈起它 這個只是九幾的湯水 是 待會兒做油鹽, 加上什麼呢? 現在用湯匙 放一點油 放多少?薑 加了這些 還有蔥菜 這也有大鹹味 大鹹味加 所以不用加太多鹽 對, 待會兒試味 試湯如何 蔥菜大快一點, 小快一點 自己也要披著 是 所以我要入身體, 浸泡它 浸泡它淡一點 和沒有浸泡的, 又要… 是 喝了 現在聞到酸酸的味道 是嗎? 是 醃菜的味道 是… 差不多, 我就要你幫我放湯 沒問題 好, 幫我加進去 好, 來吧 抖了 對了 我們又將它滾一會 這個滾完就試味了 好 看看會不會很鹹 鹹的, 不用加鹽 要加鹽 如果不鹹的話, 加鹽 有時候我還會有一點糖 去調一調 是… 我喜歡把甜甜鹹鹹調 而且尤其是綠色的菜 我一定會調一點點糖 覺得綠色的菜不會那麼容易闊 你看看, 記得這是糖 糖 這樣就把它滾了 我已經加了鹽 夠了 已經夠鹹了 好了, 好, 你幫我加, 加菜了 全部一次過 全部一次過 我一條都沒有浪費 好像很多, 經常都說菜 會不會塗一點水 但滾完就沒有了 會, 會滾完水嗎 不會, 會滾完就變成一堆小食物 就像炒豆苗而已 是… 很久要洗 是… 洗完, 煮完, 原來可以 煮得少許而已 是 其實究竟有什麼好處 也挺補身的 是 補血的 女士比較適合 對, 女士, 男士也要的 我不用補血, 我也有很多血 好, 這個做到的時候不太差 我先嘗試一下 好 很夠味 很夠味, 厲害 加了一點糖就真的 還好嗎? 對, 這個時候老了 加了豬汁味 加了豬汁味 豬汁加進去 好 豬汁加進去的時候 我會把它避開的水 是 是, 即是血水不要? 對 我都說這次我們是胃口腹的 豬汁很漂亮 是… 最重要是清爽一點 是 你可以看到豬汁的 如果有時候我們沒有做過幾個工序 你會發現豬汁上膏有很多粒粒的東西 是… 就是那些血泡泡 是嗎? 它吃起來就有一點粉粉的 是…就是這樣 對 但是我們怎麼樣呢? 加不加的梳打粉也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你沖乾淨 多沖一、兩次 這樣它就去血泡泡 它吃起來就沒那麼好 其他豬汁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處理? 全部要清爽的東西都是這樣 是… 好, 你幫我倒它吧, 調來吧 我聞到豬汁的香味 是嗎? 對, 我聞到豬汁的 整個東西有個香味 好 那我們可以上點燒了, 好 這個我用油鹽水 我浸豬汁和豆豬 看完Andy師傅煮菜, 都流口水了 對, 不過節目來到這裡 又是時候要結晶筆筆分遊戲的答案 問題就是今天流行都市裡 介紹了哪一種化粧的技巧呢? 答案就是B, 純粽 答中了B的朋友 就要留意分.tvb.com的互動轉區 就有機會得到 發國舒適寧淋巴管理遮地膏 及膠囊, 總值3516元 連獎金1000元 韓太勵心集團有限公司送出 高勵心禮盒價值4880元 澳洲Cockex PU按摩乳膠枕 及高級寢室用品, 總值4131元 圍骨力七合一, 補骨健康食品 總值3278元, 及獎金1000元 這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繼續… 留朋友到此,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